今天来玩玩这个新模式 这次也是我的第一局 天赋我有稍微的玩过 二话不说直接上这个宫殿 一上来就听到一大堆脚步声 吓得小兔子摔在脚头这次发抖 人多的情况下 我必须先阴一个 就是你了倒霉蛋 快到我里来 在这上面被捕还会复活吗 还是只要在那个沙尘暴里面会复活 这位大兄弟 我不教你看看 一会儿要是复活了 再上来找我哦 咱们用烟把尘封起来 然后启动开关 这上面最安全的地方 估计就是顶层的发抖巢穴了 那边是什么 有两个人一起飞上来了 一下子打倒两个 我突然发现 这样堆上的人也挺不错的耶 他们上来会站着不动 免费的人头呀 我看这位兄弟非常想出去 就让我来帮一下你吧 嘿嘿嘿嘿 哦哦哦不 你们看 他隐身啦 我把他丢出去 他就隐身了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我把队友打倒扛进去 然后再给人扶起来 那队友再玩别人 是不是无敌啦 最后我又是没有打过他们第三个队友 没关系 他们服不了这个人 他们不会再敲服人 兄弟们又发现了一个bug 下一局我就匹配了队友 小子逃跑了呀你 临阵破坛我记得会扣五分的 这人认识我 行 这时候展示真正的结束了 咱们要这个城堡 落地一把大菠萝 游戏结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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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误会开玩笑的 这只是开了个塞热风扇而已 对面的被小怪打了 小怪真是什么时候活 发生了什么事 一瞬间就收散为个了 我还是残血 不要急 等我打个样 把一个队友扶起来 他们就冲键又给干倒了 我是不是应该先打这个小怪呀 感觉他把我粉丝的要狗死了 给你的一疗箱 诶 笑子 你别多寸进尺 你用本事再跟我一下 小心我 不靠 救命呀 我另一个队友也没了 当场犯车 小鹿大哥 江湖秀吉 快把这个钩子打一个 我每个人生活不能自理 好像我吃他家大米了一样不依不饶 嘿嘿 终于死了吧 把药砸满 去把一号给复活一下 又去 这儿队友的停车票 一摔扰我了 注意注意 正有人的 我就抓他 你救人 身上有一瓶远处之水 这个东西不错 把队友复活以后 我们就上回法老宫殿 我们上来比较晚 还好没有被蹲 大层大层 快追他 别让他靠近枪逃跑 还有我去 他们有人 我空中是个满脸子弹 事实证明 在这上面被打 都是可以复活的 有可能是我捡了 那个小虫子 可以复活的那只小虫子 给我等着 有仇必报 马上就回来再战 哼 妈呀妈呀妈呀 天鹅人家包 差点短屁了 我后撤 就你小子偷袭我是吧 感谢大哥送来的 比我还糾 先上宫殿再说 我又发现了 上宫殿还没显示的时候 是可以走动的 但要是走去哪 就完全凭自己感觉来了 上了以后 想把法老给打高几点重武器 谁照打到一半 对我又遇到了麻烦 我怎么见死不救呢 下去找他 都是我不要啦 但是没有用 队友到点该走还是走了 杀我 我不怕 这个人已经跟我周旋半天了 你还挺秀的你 还没有过年 不需要拜年 拜年也没有红包给你 哼 这局是有大老的 你们看我前面这套炫彩麦凯伦 是哪位公子爷的 邪不打 观察一下 一旦有机会 立马出手放到一个 我那也补不掉 进入这个房子之后 我发现了老六 你看他 你看他 既然躲在这个上面 你是真定能躲 先打外面的 我烧死你 不理他 这人应该不会下来 我一边打一边担心被后面偷鞋 就趴在这儿吧 就因为他这个人 我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位置 这赤雷啊 嘴跟开关都差不多 刚说完以可雷 把我扎成了四斜 然后就被拿捏了 我烧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